Zither Harp 很缺乏信任和怀疑 很多的困难都会出现 我们不是安于那个地方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习惯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会安定在某一些其实不稳定的东西 再次来到了加拿大很多年 我来到了加拿大 我都来到了三十几十年 自然安定在很多其实只是属于这里的东西 我习惯了这个天气 我记得最初来加拿大 我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差距太大了 但是近几年我到处飞 我又跟人说 没有地方的天气比多人多好 你住在温哥华那些觉得你神经病 神经病是神经病的 当人都这么冷 我经常都跟人说 我来温哥华 大家有点记得 我试过来温哥华 我试过连续两年来温哥华都冬了 有些人见过我就是在这里病了 我记得是在这里病了 好像就在这里生病了 有一年就是在埋免的房间冬了 我记得 冬到就坐下了 我是在多人多穿多少衣服 我在这里穿多少衣服 因为那边干一点 这边濕一点 这边冬起来是挡不住的 多人多一件衣服够厚的挡住了 你说那边好住 你这边好住 这个习惯了 我安居了在多人多 说你叫我搬去其他地方住 我有很多问题 我为什么叫他回香港住呢 我就是想死了 太热了 太热太湿了 还有冬天冬起来 我觉得香港是很拿命的 因为香港是不是满满的 那这个就是印象吗 就是它显示出就是 有时候我们撇移的时候 这个离开了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我要这样我要这样 我要倒存回我的身和身 是寄望于我的安乐 是在很多外在物那里 我要那里的天气 那里的方便 很多老人家搬屋 第一个原因不愿意是什么 你去移民去不愿意 为什么 不习惯 都不能走到去喝茶 你说不是 我住这里可以走到去喝茶 都不出奇 都不出奇 是吧 但是香港很容易 所以是习惯了 我反过来说 多伦多都很容易 我都习惯了 那不同 你习惯了那个地方就是 那个地方 为一个老人家 假设 就是他习惯了他的朋友 他每天所做的东西的 routine 去的地方的方法 怎样用钱 那些东西的钱 所有东西 他就习惯了 那突然之间重新习惯了 一个新的环境 就会那么突然 你会令你好像 无处安乐那样 走生不妥了 但是作为基督徒呢 你会有一个反思 作为基督徒有一个反思 我们的反思就是说 其实在世我们 不是我们最终的安居的 作为基督徒和我们在世 是我们叫做Pilgrims 我们很多时候想Pilgrims 是什么叫朝圣者 因为我们会去Pilgrimage 会去朝圣 但是其实Pilgrim这个字呢 并不是解朝圣的 Pilgrim这个字是解什么呢 是解不属于这里的人 爱来人 你是老外来的 你是Pilgrim 就是说我是老外来的 意思就是说 我是住在这个城市 但是我不真的留在这个城市 因为作为基督徒 我们一生能最长的时间是什么呢 在永恒那里 将会来的永恒 将会来的永恒 我们会在哪里 我们在天主那里 我们会在天堂 那里正是我们 我们正在家里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世住某个城市 如果你看回圣经 他也说 都叫你不要住得这么安乐 这些东西会过去的 我们要为永恒的家乡去准备 这个美常上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 基督徒从第四世纪开始 就有这个去圣地朝圣的一个习惯 就是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这里的安居是暂住的 我们这里住惯了一个城市是暂住的 那我们一路走走走走走去耶路撒冷 那时候那些人走到耶路撒冷 就是提醒自己就是 就算我多安乐都好 这里我是去另外一地方 就算去到耶路撒冷 他们就说来到这里 我都是寄望要去天堂的 朝圣是一个旅程 要走去另外一路 提醒我们就是 我们人生是去着 另外一个终点站 真正的家乡 真正的家园 在天上 特别在我们这个时间 接近这个章林期最尾 最近的读经其实都是提醒我们这件事情 全部都是说 我们是过客来的 所以Pilgrim正确来说是过客 我们不属于这里 我们是去着另外一路 那某场上这家最近移民的 你们就是经历着过客 那过客的安心在哪里 很明显就不是安居于 每一晚睡的地方 但是呢 他是安心于 他们去着最终的目的地 作为经历徒我们 最终的目的地 就是和天主走到很近 很近 很近 以前的早期教会 那些人流浪 他们的做法就是 去每一道就找那里的教友 去每一道就找那里的教友 那些教友是有责任去收留他的 大家可能最近平日读经 有一天是读这个《约望三书》 《约望三书》 上个星期刚刚读了 《约望三书》是全圣经里面最短的一本书 很多人觉得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但不是的 《约望三书》是说什么呢 他们是写给这个叫加约的人 约望去赞扬他 赞扬他你做得对的 你款待来露经的基督徒 那些基督徒从一个城市 去不同的教会 去另一个地方 去那里帮忙的 去做事的 去到那里 去拍门 知道你有教友 可能说了半条鱼 他知道那条鱼是基督徒的意思 就来拍门 说我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我款待你 那加约是专做这件事 而因为他做这件事 那时候是给当时的一个长老 去排斥他的 去打压他的 那用望就是说 许错 你对 你要做款待 你对的 你要款待这些过客 所以我们的安居不在于哪里 在于我们如何去接待 在关系上彼此接待 因为我们最终的家乡是什么 是接受天主的接待 最终的家乡是接受天主的接待 我们在世 因此会经历 人会在我们来探访我们 我们会去别人的地方 所以今次 我们相对在这里 我们讲 所谓新移民 香港人来到 或者任何国籍 其实作为基督徒就是 这个是我们 所以是exercise 去训练我们 去彼此接待的机会 因为当耶稣说 实体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这个需要 但是这个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家 在我们爱的关系当中 在我们服务本代的关系当中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另外一个幅度的反省 作为移民 当然真的有很多东西搞的 文化上、语言上 物质的很多东西 真的有需要 不能不利 钱财的处理方面 如何去求生 很多这些东西是要成全的 但是我会鼓励因此 作为基督徒 绝对不要忘记了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我们的灵修和天主的关系 如果是一家人过来的 那更好 如果是一家人过来 一家人如何维持信仰生活 我们自身要有这种东西 如果单独一个过来 现在过来加拿大 读书的方法入籍就是这样 这个可能困难一点 这个可能困难一点 就可能要尽快找一个附近 可以适合去的一个堂区 找一个家 一个落脚的 可以建立到关系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一家人过来的 那就是一家人的祈祷 一家人的一起去圣堂 我知道也是香港种种的 其他的情况 出了来其实不是很习惯去圣堂的 有一个难处的 加拿大也是这样 在美国我都遇到 英国那里也都见到 就是因为香港不能去圣堂 他走的时候 香港还没有去圣堂 那变成了去到外地 他又言语不通了 那更加不去了 那就继续在上网看 不是很多选择的 要是看我 要是看罗神父 所以我都没得看了 大家都知道我都没得看 我不做了 我不做妮萨了 妄想 那变成了很大的问题 当我们封锁的时候 缺乏了祈祷 很多人都会 掌控制 刚才一开始讲过 我们那种自保的心态 自保求全 我们会想要搞定 要搞定 但是很有趣 真的作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先放了祈祷 其他所有事情 原来是会容易了 没有问题 会解决了 但是 如果我们坚持 跟天主的关系 坚持自己 每一天给自己 去看一些圣经 坚持一家人 一定要做小类祈祷 一定要去圣堂 星期日 某程上 我们已经对天主 去邀请他 就是说 天主我给你一个 我容许你 我给你一个 去进入 我们这个难关 其中一样 COVID 令我们 喪失了 就是我们喪失了 原来人是需要 具体地 去做一些 具体地去做一些 开放自己 去进入一个关系 我们正会得到一个 transformation 原来有些人 躲在家看着 盈哥看 不好意思 网上百多人 是和实体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我经历到的 尤其是上年 尤其是上年 我九月那时 开始做实体活动的时候 很多人出来 你看到他们 是进入某一个位置 这些已经是虔诚的教友 是每一天 都有上网看的 也有的 也有的 但是 替他出来 一个具体的 实质 面对面的交流 活动的时候 我看着他 在同一天里面 几个小时 当中 人家好像 由一个 怎么说 由一个雪藏 这样的状态 出来 变得很新鲜 他以前觉得 他忘记了 网上的 看尼撒 只不过是 好过没有 我们会解决 就是 It's good enough 够好 我们会解决 够好 但是问题就是 网上那种 虚拟的灵修 是很靠你自己个人 有多专注的 就丧失了 与人互动当中 迫使你去放下自己 打开 去容许 与人交往 在你面前的事情 去令你去经历 你自己想不到的事情 又是丧失了 某种程度上 某种程度上 移民 突然间 连加拔开 去另一个地方 某种程度上 那种 对外的恐惧 或者 不愿意 或者为了自暴 其实是很类似的 而移民再加COVID 就好像一个金钟罩 那样 吸着 我看到 就是 那变成了 很多原因 很多理由 我听过很多教授 我认识了 我的朋友 什么亲戚 谁 我知道他的教友来的 他来了 但是不肯出来 约不到他出来 可能又 很忙 可能又怕COVID 怕死 我们中国人特别怕死 戴口罩也要戴两个 帮你戴上 神父你不戴 我戴两个 帮你戴上 很害怕的 华人 是特别厉害的 所以 这种事情 我们个人的心理状况 不同 但是问题就是 当我们灵修的时候 都觉得 够好 我们就丧失 我们丧失了 那个 需要去 进入一个 unknown 需要去做一个 我要摆下自己的 空间的时候 那个 经历 我们就没有用了 大家觉得今天 实体这班 出来 该怎么办? It's good to be here 是啊 你在家里 经历不了 不好意思 是经历不了 是不同的 是啊 即是可以在这里 有一个 在同一个空间 我可以碰到 旁边的人 或者我不碰他 我感应到 他在旁边 他的一举一动 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 一种的 牵引 那种 身边的人的 投入 会令我更加 投入 身边的人 那种的微笑 会令我更加 平安 身边的人 那种的 专注 令我有一种 不其然的 另一种境界 我们 为什么说这些 就是 这个就是 接纳 关系的接纳 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要尊重我们基督徒的核心 核心是那种 关系 那种的接纳 那种的关爱 不是做些什么 说些什么 而是 可以经历到 对方 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人 是一个关系的人 在当中 天主在 所以第一件事 自身的灵修 一家人的灵修 不用太复杂 其实这个是挑战我们 就是 甚至你香港不做开人 这是一个 机会 去挑战 就是 我这一家要做 反过来说 香港的生活 都很崩禁 一到客人都跑来跑去 香港人 最难可以找到空间 就是静下来祈祷 我记得我去英国的时候 很多教友说 这里几好 我说 为什么 有什么好 我说 这里没有借口不记得 所有东西都慢了 香港人最不习惯的 应该是什么 很慢 很慢 香港人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 就做完了 那些人说是 头省美的 你想做这些东西 他跟着你实报道 就做了 他的服务 是很前卫的 香港 来到美加 来到英国 来到世界 其他地方 为什么这么猥猛 加拿大不是很慢吗 习惯了 你们 习惯了 但是我新来那些不习惯了 新来那些真的很慢 申请一件事搞多久 我记得刚刚有个 都不要说香港人来加拿大 我们刚刚我们家 四个神父里面 其中一个换了 他从美国上来 美国 他是加拿大人 在美国之前十几年 都在美国服务 现在上来很多人做新的事命 他要换车牌 换这个医疗 医疗卡 搞到他妥妥令 他上网说要去这里 去到那里 你不是应该去这里 你应该去那里 但是那里你不能这样去 你在上网做了所有东西 然后你做了所有东西 你记住了 去到那里 然后说你要回到那里 你一天做不到多个两样东西 还有两样东西 你要感谢天主 今天很有效率 但是变了 你便变了很多空间 你视野又广阔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 虽然也正在改变 这里 你来到这里 为什么突然没有了风景 但是问题就是 警察和香港相比来说 你觉得 开阔天空 那为什么要多了这么多东西 那如果你不变 你不想回 究竟我实际 召叫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就很容易会颓废 就会躲起来 就会躲起来 就会搞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是过客来的 如果我的核心 那个安居之处是与天主的 我可能会说 不是 我可以多多时间祈祷 我可以多时间看圣经 我可以多时间陪在家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我听到的echo 有些新移民来到就是 很不同 现在发觉 原来和小孩多了很多时间 有小孩的移民在香港出来 第一个难关是什么 没有了姐姐 没有了姐姐 你不记得了 你这些 是啊 你不要这么说 你说了你的年龄出来 没有了姐姐 原来这么多东西做 又要煮东西 又要洗东西 又要送小孩 又要抽小孩 那你又 刚刚来到可能又没有车牌 哇 真是怎么办 很狠狠 但是呢 突然发觉和小孩多了很多时间 多了很多时间 那里有选择 我可以选择很猛 我可以选择很不喜欢 很反感 又不应该离开香港 为什么离开这里 但是又不可以回去 那可以很多的很绷紧的东西 很多的不和 很多的怨气 很多的愤怒 很多的愤怒 通常这些愤怒会去到哪里 你可以诅咒香港的某些人 或者某些其他地方的人 但是往往真是乱惹的人 就不是那些听不到你说话的人 是在家里听到你说话的人 因为你两个公婆 都是这么绷紧 都是这么发疯 但是你不用骂她的 你只不过愤怒一点点 你只不过愤怒一点点 反应没什么 提一提你 你就发浪礼 就是这样的 你发浪礼 你也可以发浪礼 我也可以发浪礼 你只是很生气 我也很生气 你也看到很多 新移民这几年 美加也是这样 英国也是这样 心理状况很恶劣 因为带着个伤痕 带着个不信任 带着个信心的破碎 有些人一过了某条线 他里面失控 就对所有事情都有很有怀疑 很有猜忌 很有审判性 我都见过 这一年里面 这些都是给我们知道 我们要珍惜 珍惜这个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 没有了的过去的 我们先放下 眼前新的事 天主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我会建议 其中一个空间 第二个就是 真是拥抱你的家人 拥抱你的家人 不要看这件事是差的 还是好的 我记得的 我小时候 在香港 真的没有什么时间 我那时候已经算多了 现在的小孩更加没有时间 很变态 放学就要去补习 补习后 就要做功课 做完功课后就要睡觉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 没有什么娱乐空间 没有什么真的 就算是分时间 都很 好像粗兵 我以前的香港 已经不是这样 但是很少 真的不是那么多 看到父母 真的不是那么多 还有很多时候 都是存在深马那里玩的 平日是没有什么空间 都很紧臭的 但是我记得来到加拿大 突然说 有很多空间 整天没什么可以做 你知道 来到这里读书 容易很多 至少小学中学 有很多空间 很多时间 变成了很多时间 一家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谈很多时间 多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多了很多间接待朋友 请朋友来家 去朋友家 去玩 去吃东西 去玩 去吃东西 多了很多的 关系上的空间时间 我们要在新的领域里面去看 这些事情是好的 这些是机会来的 其次就是 当然也有一个难处 就是 譬如一家人来到 那个文化和语言的冲击 在英国我看到 真的很明显 但是这边都陆续看到 真的来到 你知道香港人 今时今日香港人 英文不是不行的 不过真的不是很习惯 是看到的 你叫他上班说英文 没问题 你叫他买东西听英文 很多都没问题 就是中间那一节 至少 但是 你 有得被他选去尼撒 或者一些娱乐 叫他听英文 那他真的有问题 有困难 听笑话 不懂笑话 就是 是有困难 听港道有时 那些神父 有点重口音 就听不明白 那英国更加困难 你们来到这里 温哥华 你们要覆地 有广东话的尼撒 这里 这边 那这边 这边更容易一点 至少尼撒有广东话 就是同声同气 不过如果住远一点也很困难 但是 这里叫做好一点 但是其他地方 不是没有的 比如英国 没有广东话尼撒 只有一个华人尝负 说国语的 在伦敦 比如你去到纽西兰 或者澳洲 都不是那么多的选择 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去到 都是有困难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另外一个 就是要看 作为教友 尼撒如果可以凝聚到 一个语言的 有 我们就是天主 没有 我们都要接受现实 没有我们都要接受现实 那去西人的 就是去西人的 听明白不要紧 你知道 尼撒在做什么 一样的 全世界 你去到德文也是一样的 拉丁文也是一样的 葡萄牙文也是一样的 俄罗斯文也是一样的 俄罗斯文也是一样的 都是在做那些事情 都是耶稣的奉献 我们祝聖的圣体 耶稣的将整个教会 祝聖于圣服 然后我们领受圣体的时候 领受主基督 得到圣报 这个我们什么都听不明白 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这个不是差的 不是差的 我们感谢天主 天主教 如果你是基督教的 真的去到你听不明白 就玩完了 因为你听不明白 每天都不同的 他们做的事 但是天主教 每天都一样 很清晰的 OK 那怎么样 那作为教会 其实的需要都不同 你们过来人的 你知道的 很快会有很多东西 会变的 中年那些 四个多至六十那些 最有魄力那些 带着小孩来的 那些 那些 最高的 那你要转台 慢慢可以适应 英语很高的 小朋友 你不用管 就是十岁以下那些 你不想他转 他都转了 你想学中文都难 他自己会转的 我去到英国 看到有些 来了不够半年 他都已经讲英文了 他不需要去香港 去读英文学校 十岁以下很快转 有些有很多 其实十五岁以下 很多都可以转的 他不是很多 讲广东话的人在身边 不过你在温哥华 你不幸运了 去到哪里都听到广东话 所以如果你们 这里有小孩 那些 就有时间都转不了台 都不是的 其实十五岁以下 都很容易转到的 我当时 十三岁来到 多人多 我就不幸运了 因为我第一天 就有些人跟我讲廣东话 在课室里面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转到 他 一直到今天 那些英文都一听到 就是 你不是这里的 我说没办法 我小时候就过来 但是转不到台 小朋友一定会转的 那你中间那些 就是要 大年纪那些 就不会转的 很难转的 所以我们 在团体的 那个迎合里面 我想说 最后一件事 就是 我们来到这里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我们经历了一件事 的困难当中 就是 如果转移了一个 习惯的 信仰的空间 一个文化里面 由一处移植到另一处 我们发觉 原来 但是星期有去圣堂 是不足够的 一向都不足够的 如果你在香港 都习惯了 星期有去圣堂 叫做一个好教友 其实 我们是一个 转不到的转转 或者半个转 你想想一个圆的转 斩了一半 怎么转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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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以为 就是我一个好教友 是什么 我去 虽然有黎撒 你看 我 几个月 做一次告解 好 好 幸好 我超级教友来 每年次少 去一次避证 去一次朝圣 我超级教友来 但是我们一样 如果参加加了玄会 还可以参加了 會 有份为唐居服务 但是这些都是很 着重于 去尼撒和尼撒和聖堂有關的一些工序 原來這是半個範圍 為什麼移民會令到這件事現入Face? 就是因為你去到新的環境的時候 突然間你發現這半個範圍真的剩下半個範圍 為什麼在香港習慣的環境不覺得是半個範圍? 因為同聲同氣 因為習慣了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搭夠了你看不到那半個範圍 但其實你也是不範圍的 但每個人都不範圍 你就覺得大家都好像很好 另外那半個範圍是什麼呢? 就是有個空間 天主教很缺乏這個字眼去描述你 近年來我用很多方法 香港都會說就是小團體 有些是小團體 有些是分享小團體 有些是輔助人成長的小團體 有些是查經 或者是聖經分享小團體 有些是只是信仰小團體 其實說來講他們想說什麼呢? 就是因為小團體這個字眼有些是欠缺的 我們就是說我們不僅是我要去聖堂 我也都要跟其他的教友有一個支持的空間 有一個同行的空間 有一個能夠找到人呢 可以分享到信仰和生活裡面 我來講最重要的空間 原來有另外這半個範圍 耶穌照叫人是否說個別地來見他 不是耶穌照叫人是要他們成為兄弟 成為姊妹 但事實上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知道我們的信仰生活 很多人是很單向、很孤獨的 在唐區那裡有多少人知道你的靈命生活 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沒有的 甚至在搞善會的、在善會上資深的 都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你內心的掙扎 沒有人知道你信仰上的困難 沒有人知道你祈禱裡面的高低起伏 沒有人知道的 是一個很孤獨的地方 我們信仰生活裡面是沒有人同行的 是我身邊有人 但是沒有人在你信仰上的 喜樂的時候 跟你一起去鼓舞 低沉的時候 在旁邊跟你打氣 個別的人可能會遇到一些 對嘴刑的 一起去過朝聖的 可以聊這些事情 感謝天主 但是大部分的教友是沒有這個經歷 所以我們一連根去到別處 我們就會發覺 只要去聖堂 很乾 很膚的 去聖堂也變得很困難 因為我一低沉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所以我去到處都跟別人說 就是我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適防移民的一個機緣 一個機會 就是天主啟示了什麼 就是原來人單獨是不好的 原來我的信仰是不可以自己走的 我的信仰是需要有人同行的 來到這裡聖方仔 我知道這裡有很多的機會 有很多的 有些人是基基團 然後又有這個 就是瑪比瑪利亞加登 我不知道你們弄了多少 這一個新的 這一個聖誕 也有些機會 可以凝聚到一些人的時候 也會有些教友 是專門聯絡一些 新來的特性姐妹 去看看他們有什麼需要 其實我們需要有一個 這樣的交流 有一個認知 我在多仁堂那边和这边都有 《生命恩传》近年来都搞很多的方向 方便都搞很多事情 尝试去凝聚那些人 去建筑这些小团体或者团契 不单只是走在一起做一些事 而是走在一起都能够分享 走在一起可以聆听 走在一起可以去做一些赞美 做一些祈祷 走在一起可以同行 我觉得慰服务新来的弟兄姊妹是最重要的 它是一个例子给你 就是去过一些堂区 我的经历是这样的 听到你可能觉得很嬌疚 但是可以告诉你 这是天主教的堂区 这个堂区就是 它去到你一进门口 它是知道你是新来的 它知道你是新来的 因为它真的认识了所有人 你一进去 他说这个朋友 你是不是新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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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他说你哪里来的 然后他很快就做了几件事 他很喜欢的 他做了几件事 第一就是他问的方法 他不是问你 他说是谁来的 做什么的 哈哈哈哈 住哪里 他不是审办的 他真的有兴趣想认识我 他说咦 这样就跟他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我来这里很多年 我最喜欢这里的一些东西 你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唐区你想不想见到神父 或者之前的唐区 你有没有开开什么社会 然后言谈之中 他就大约意识到 你可能很适合认识我们这个人 因为他在搞某一件事 跟你说的有相似 他就说你等一等 我想介绍你给这个朋友 因为他跟你不关很接近 他又是几年前 又是香港过来 又是做你的行业 他们有个男人的祈祷会 你可能有兴趣 不如我介绍你认识 他就很快就帮这个人 就connect with 另外一个 可能更适合 可以跟他跟进的一个人 这个唐区他做到这样的 我说我好像很厉害 就是很厉害 这个是西人唐区 就变成一看 就是有些人直到日来 就是说你从哪里来 一看他的背景就知道 你是不是非洲这个国家来的 我们非洲有一群人在那里来的 他们其中一个人在 他们一旦也有个祈祷会 不如你们见一见 我立刻就看着他和他介绍 那就是他很有一个关系性的联系 而一个小组 和他有一个类似的背景 就很快和他可以听到 他可能需要的东西 或者鼓励到他最适合他的文化报警 或者他可能在那个阶段 在生活的阶段所需要的人 那类似的事情 譬如你一个年轻人来到 有小朋友 那可能就是他 我又认识了有几个年轻人 那些妈妈 有几个妈妈走在一起的祈祷会 那接着他又介绍你 就是他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在做了一个关系之后 就变成了 其实这个堂区不用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有人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令到新来的 不认识人的 无论是 就像香港这家移民那样也好 或者你由其他地方 工作原因去到新的地方也好 就可以很容易 很快就会认识到很多 很跟你关联到的人 其实断继就是这件事情 教会的 我们信仰生活的另外一个半边路 就是 怎样去 几个几个走在一起 几个几个走在一起 用最容易的方法去走在一起 凝聚走在一起 就是说 我们的最大的兴致 就是我们要一起奔往基督 而当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基督在我们中间走在一起 是没有什么做到的 这是我对教会的一个远景 我觉得不是一样新的一件事情 而是我们遗忘了的事情 以前教会是有的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的 一开始教会 每个人都很小 很小很小 那些人要信教 是要用一条命去搏 所以去到每一城 每一城 每一城 每一户 他看到基督徒 是当他像亲生骨肉 那样去拥抱 是一个落脚的地方 而落脚的地方 不是因为这个地方 而是因为那个关系 那个关系 所以 为新移民来说 为这里 唐区 或者这里不同唐区 的大影姐妹 在这里温哥华 或者在线 在你们所属的地方 我们要营造这些事情 我们要营造这些事情 真是认识新来的人 真是去给一个空间 去欢迎他 可能香港人 都不是那么习惯 这个事情 香港好像会 那么容易请人回家 不过这里的屋 空间比较多 这里的空间也不多 不过比较多 其实作为加拿大 我说的不是新移民那些 作为加拿大人 其实加拿大人的款待 原本是很好的 我们这些新移民来之后 就弄弄人家了 因为我记得 我最初来加拿大八六年的时候 我整条街 身边的那些加拿大人 那些门都不锁的 那些门都是开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时十四五岁 帮我爸爸派街招 他有去做卖东西的 那时 那时投资移民 要来买一些家司 那些business furniture 做fulfill investment 之后去做经纪 很多那些flyers 不是派这样 就是派那样 很多那些家 你可以进了厨房那里 然后那些妈妈 我不是说是婆婆 那些妈妈 就说 你是派那些flyers 就是派那些 你需要不要吃东西 喝杯茶 有些偶尔会碰到那样 很友善的 那我说 不要了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有一段时间都回到我家 但是那个款待也很好的 那这个是什么 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因为加拿大人是这样的 No 加拿大人是承继于基督徒的精神 是承继于基督徒的精神 当然今时今日 你不会看到的东西 因为今天治安没有那么好 以前车也没有人锁 房子也没有人关门 那些人可以整晚打开门 但是什么都变了 但是基督徒的精神不应该变 就是交友 在不同的堂区 这里也好 我们在这里 已经这么多年 我们习惯了 我们明白过 这个移民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看到新的移民 我们有多少空间 多少空间去认识他们 去关怀他们 去款待他们 邀请他们来你家吃饭 真的当他们是一个 extended family 去款待 特别是住近你附近 当然有时候 远远远的 你搞不定 但是很多时候 香港人 真的好像七十一 就是总有一家在做 在温哥华 那些人都很拥有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认知的时候 遇到一个新移民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真的要考虑 所以团契 不用搞得很复杂 不是团区要训练 什么人才 可能简单到就是 我旁边新搬来了一个香港人 我请他过来吃饭 可能就是从那里开始 就是自然地流露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基督徒那份的喜乐 甚至连非教友 都是这样经历了之后 便会入教 何况我们知道 来到的遇到是基督徒 那我们更加要和他们 有一个款待 一个关怀的心 我提到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讲到移民那份 徒惶的心态 我一个朋友 在多仁多 他们都已经很权成了 他们是Home Teacher 有四个小孩 在家里 会在家里 会在家里 祈祷 就是很耕耗的一个团区 那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们要搬去美国 搬去美国 Texas那边 那他们要探路 要探路 那在网上 你已经看了 那边下面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 support 因为很多人都 这个Home Teacher 的Home Schooling 不是支援很多 在天主教里面 那他们就去打 到那个Home School Catholic Church 在他们的城市 那里 立即就有几个Family 已经打出来了 那接着呢 他们就说 我们 在网上 就说 我们是多人多的 会下来 因为要 要 上班 那 那 立即人家就说 你来哪个区 那我立即就联络到 你那里有这个Family 你去到这个社会 他们都会见到你 很厉害 很厉害 一去到那 真的 那个Family 他们也有点 就是反代他们 整个家 他们家里有很多 小孩 真的好像全部都招呼 他们 就说 你不用租酒店了 你住在我们那里 你住在那里 你住在那里 很厉害 令到他们 好像奔至于归 那样 那他说 那圣经原来 是可以这样的 其实原来 不是那圣经是这样的 是那人是这样的 那圣经的人 就是那圣经 就是那圣经 那圣经不是一个 就是那圣经 那圣经 是那圣经的 每一个成员里面 有些这样的人 有些这样的质素 那哪里 还有人担心 他搬到那里 就是那儿到那里的时候 会有这么 strong的support 这么ready 那么anticipate 就是你预先知道 你作为一个身来的 会有些什么 是他们go out of the way 就是有超乎 需要 必要的 去帮助他们 去跟他们同行 去鼓励他们 去赐予给他们 所以我們作為教會的成員 當我們今次這樣經歷 香港現在還未完結 我們知道接下來也可能會有人過來的時候 也是我們反思的時間 你們在溫哥華 或者網上的各大地方 就說我作為一個基督徒 如果我是一個已經習慣了的 習慣了的人 反思就說我其實習慣在哪裡 我扎根容不容許我能夠打開那扇門 就是我家裡的那扇門 以及我心裡的那扇門 去明白這些人 我可能有個召叫要跟他們同仁 要認罪他們 要扶持他們 要鼓勵他們 甚至可能反過來 其實他們在鼓勵我們 是一起學習的 這是一件事 其次就是真是新來的人 我也鼓勵你也不要那麼害羞 不要那麼害羞 就是希望遇到其他可以同理同仁的人 我知道香港人有時候都是的 就算去到同聲同氣 就說我們有一個活動想招呼你 你說不用了 不用出來 就是我們習慣了某一種的模式 就是給自己一個機會 亦都與人同仁 其實我們需要的 其實個個我們都很戰戰兢兢的 在我們信仰的生活裡面 大部分人即使體內好像很棒 或者好像很穩紮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需要同行者 很需要聆聽和鼓勵者 很需要有人去支持我們 而事實上很多人都是很孤獨的 在信仰裡面 這些是今天準備了一些的鼓勵 最後就是想趁這個機會 亦都用少許時間和大家做少許的祈禱 這次就能夠分析到 爭取他的祈禱 管理家 因為友誼喜 對他們都用 你看 因為是對我的祈禱 可以分析到 上來的象徵 真是不同的 个人的处境和困难 你都深知的 说他在座 有些人来了很多年 对信仰的 很多方面都有一个位置 一个安定的位置 生活上都没有什么缺乏 但今天可能 也有些东西敲门 他问 究竟我是一个人离开 还是我愿意和其他人一起离开 这叫我信仰之路 你都可能问 究竟我是否在走信仰之路 我的安定是寄居于 因为尹宅和天主有个好活动的关系 聆听他的旨意 还是只不过是安逸于我很多物质上的信靠 我的房子 我的投资 我的习惯了的生活模式 而不是真是天主的旨意 这种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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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意 在情绪上 心理上 都处于一个很困滑、很破碎的地方 很困滑、很破碎的地方 甚至可能因为自己离开了香港 而仍有要关心家人 带来很大的 顾虑 优秀 甚至一份自救 也有些可能来到这里 一家人来到 但是关系变得很困难 令到 一家人的 彼此当中产生很多矛盾 和分裂 主基督徒我们今天都 渴求你 去一一去治疗 让我们此刻 至少现在 不要害怕地去邀请你 因为你不是在远处观望我们 发生这些事 你一直 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 想成就 透过这些事当中 想成就一些 你的计划 我们还没有看到 主基督徒 所以求你 在我们 每个人的内心 这些种种当中 我们邀请你 今天 今天去发言 去提醒我们 你在我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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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们的安居之处 你是我们的倚靠和盆石 你对我们有一份邀请 邀请我们 在现在 此刻 此处 去拥抱你 和学会 拥抱你 给我们眼前 给我们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家人 其次是我们 所遇到的 你邀请我们 去服务的人 去同行的人 去同行的人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赞美感谢你 做我们内心的明灯 愿意的祝福 在我们当中 每个人 圣父圣子 圣神 圣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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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厉害 有现场的气氛 有可能不一样 还要认为 我们都听不到 网上观众的声音 真是多演员 成神库 给了我们一个 很好的提醒 无论如何 都会像她们的修会 十字隔 同行就是修会 我们要同行 同行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 终使 我们只剩下半个路,都要适选。 为什么适选呢?我们要同行者。 我发觉程神父很厉害,不仅有很多神恩, 还要像一个先知,因为我还没跟他说, 我们的圣母花园将会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小团体。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胸口,可以吗? 可以啊!现在又好像不错了。 我用了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晚上的观众可以听到吗? 他们给我一些小声音。 太好了!终于可以这个胸口。 为什么我这个胸口呢? 因为要变述你刚才帮我们买广告。 你说呢?小团体。 我就是想说了。 我们的圣母花园将会有一个小团体的成立。 就是網上的參加者,兄弟姊妹已經有200多人了 我們已經準備了12月10日香港時間 早上9點半至11點半 我們希望每個月可以有一次的聚會 大約過半至兩小時 小團體的小成點不多於15人 所以我不排除反應熱烈下 不過我已經有四位我所謂很高度行的姊妹信仰程度上 不過我們做facilitators 我們需要同行者 因為永遠都是在一個小團體裡面 我們才可以大家勇敢一點來分享 大家一起互來互免 在無論你限定的情況下 你跌倒的情況下 我們都要大家去扶持 這樣才可以實踐到我們的信仰生活 就不是空壇 不是每個人去望尼撒 就算你每天去望尼撒 你可能都未必有同行者 我們希望可以再次呼籲一下 這是香港時間12月10日 早上9點半至10點半 但是溫哥華的時間絕對是很容易生走 就是說星期五晚的5點半至10點半 我們開完大家一個小團體一個聚會之後 亦都可以共聚晚餐的 可以一起網上共聚晚餐 我一出來吃晚餐都可以 我希望大家可以踴躍一點來支持一下 另外剛才我們需要我們的工作人員 邀請了一位弟兄 Toronto來自Toronto的弟兄 來跟我們做一些見證分享 我們要設置一個計畫 我希望現在有什麼問題 除了控制之後 我們可以幫忙 我們的背景去旁邊 讓我們一會兒可以 透露這位兄弟 未介紹這位兄弟之前 當我們還有些少許時間 讓我們的工作人員試一下這個計畫 我剛才忙於網絡上的穩定性 GMI的穩定性各方面 未有機會介紹一下我們聖母花園 給多一點時間 聖母花園有些人問 聖母花園你們在哪裡? 曾經有一個神父問過我們 聖母花園你們在哪裡? 我去參觀一下 我說不是,我們聖母花園很厲害的 我們是港九新界十八區都有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地方 只是邀請人租位來朝聖 來見拜聖母那方面的東西 不是的 反而我們的聖母花園 是由我們所有義工 用短鑑砲回來的 我們走去港九新界十八區 去到不同的團區 去到不同的學校 去到甚至不同的團體 甚至有一些團體 或者是公司機構 它沒有一個所謂信仰的背景 它都會邀請我們 去做什麼? 我們是用花 我們基本上是香港第一間的慈善機構 是以花為主題 以花去做福傳 以花帶所有的花 帶上聖母 抱著聖母 抱著耶穌 去到不同的角落 去到不同的老人院 醫院 甚至是臨終病人的地方 我們是去 舒服別人 我們是去帶出我們愛的信息 所以我們曾經試過 COVID之前 一年我們做了一百三十幾個活動 差不多三四天做一個活動 亦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很開心地做得 當然COVID 我們做不到什麼 但是希望我們網上繼續做很多的聖母發言 剛才程慎父說 通行者很需要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大家 親身來到這裡之餘 網上終於成功了 我們終於可以開始邀請我們 Toronto的兄弟 我先介紹這位兄弟 這位兄弟其實我認識了他沒多久 都是第一次認識他 就是程慎父 五月的時候 跟他們聖母發言做第一次的講座的時候 然後我就做一些所謂確認的 就是確認的 我WhatsApp他 咦?為什麼看到這個WhatsApp的圖像這麼綿線的呢? 我說 啊! 然後翻查之下 原來他是 大拿大電台的一位都挺出色 英國很出色的DJ 不是挺出色的DJ 導師問不起了 電台 咦?要這麼黑的我們 OK 還可以 他就說 我沒有理由加電台 我只聽他的聲音而已 我還沒見過他 他在臉上的 我再想一想一想 哦!原來他 我都在電視上見過他的 他原來也幫《心靈隱全》 做了很多廣播的節目 所以我就不拍戲了 今次請他出來 做一下我們這個分享 這位仁興 他就不是新疑問 不是說他老 總之我不知道他多壞 不是說他老 不過很有才華之餘 當然他做了DJ 就是說他分享應該是很有感染力 所以我也很期待 看看他要成家分享些什麼 好 讓我學禮一下我們今天的嘉賓 先聽聽聽 哈嘍Edwin 你好 哈嘍程神父 你好 程神父 你好 讓我們教大聲一點 要跟程神父打個招呼 因為他一直不知道那個鬼 我的鏡頭一動 我們這個計劃就很難動 其實我是十幾歲領使 其實我領使跟你們的堂區都有些關係 我自己中學就讀於聖方誓書院 在那裡認識我的信仰 但是我為什麼會領使呢 其實跟很多男士 我那個年代男士追從信仰也有些關係 因為三個字追上女生 我暗戀了一個女生 我以為他是教友 誰知道很多年後才發現 原來他抱著十字架 他根本上就不是教友 但這件事就顯示到天主奇妙的地方 他要叫我去到他的愛那裡 他會用一些你猜不到的方法 在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也經歷了一個信仰小陽春 那時候因為有些弟兄姊妹 大家在那裡走一個信仰的道路 去盡量等自己的生活 只包括基督徒的生活 但是香港出來工作的時候 就完全不是像神父所說的那半個輪子 其實百分一個輪子都沒有 也都是因為家裡要移民 移民的原因其實都不外乎 是很害怕九七 那時候其實爸爸很好 給了一個交易給我們兄弟 就是說你只要肯過到來加拿大 你拿到的護照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那時候我還打算拿完護照就離開 因為那時候也是一個星期天的教友 我是很認同神父所說的 在香港的環境 有些驕傲得可能會覺得 自己星期天有去回聖堂 很聰明的 很多人都會回到聖堂 聖堂從頭到尾 基本上我都知道神父在做些什麼 我又知道他在做些什麼 所以在那時候我都覺得自己不差 甚至我還記得我禮拜天上飛機過來多倫多 我是要去了聖堂才上飛機 那時候我爸爸以為我是不過來移民的 我來到多倫多 不夠兩個星期已經有車 甚至我那時候知道周圍哪裡有聖堂 但是我有車有自由度 不代表我的心是真的會天主 初移民來的時候真的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怨憤 在那裡不斷地問為什麼自己要過來 要放棄自己的朋友 放棄自己的生活 很多東西都是令到我不知道怎樣適應 不喜歡這個地方 開始有很多的怨憤很多的埋怨 甚至懶惰令到我有五年 基本上我是完全沒有理由一個基督徒的責任 頂多都是藍著一個十字架 有人問我有沒有信仰 我只是告訴他 我其實是一個天主教徒 不過我沒有回聖堂 那時候覺得很威風的 但其實這句話我一聽見 我都會覺得是很容易的 一個天主教徒 但是不回聖堂 不去實踐信仰 就好像一個醫生讀完醫 但是你又不去醫人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天主是很奇妙的 天主在1999年給了一個奇蹟給我 當時我是失業了 我還沒有回聖堂 又這麼巧有一個我認識的老人家 在我自己的領世周年那天的領世 我總是覺得好像天主給我一個浪費 叫我要做些事情 那時候我還記得 第二個禮拜日 我就走了回去聖堂 那時候回到中華殉道聖人堂 我點完聖水 看著聖體櫃丹室櫃 我就跟聖體櫃裡面的耶穌說 耶穌很久沒見了 這次我回來見你 我都不知道下個星期會不會回來 我今天來你有兩個要求的 第一希望你治愿這個老人家的安息 第二樣東西我沒有工作 我已經負責了半年 我真的生窮水盡 你給我一份工作 不過我也知道你不會聽我的祈禱 我這些臭小子 是不是 我又不敢說我自己是浪子回頭 然後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星期二我收到一個電話 有人叫我去第一次進行 星期三第一次進行 星期四第二次進行 星期五第三次進行 星期六上班 這是天主給了我第一個奇蹟 然後在那個星期日裡面 我同樣回到中華殉道聖人堂 我點完聖水 他跟聖體貴的耶穌說 主耶穌沒有話說了 我都沒有回頭 你已經給了這麼大的恩寵我 我答應你 我不會再離開你 但當時所謂的 我不會離開他 我只是做一個星期日的教人 然後 慢慢開始投入一個堂區的生活 開始認識鄧兄姐妹 就像阿神陪所說 有同行者 你發覺回到聖堂 不是自己一個人去行這個信仰 開始慢慢會建立你自己的一個 祈禱的生活 譬如包括 我最記得有一次 當我在跨欲的時期後 突然間有一個伯母 她給我一本書 她叫我買書 前面她說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記得她說20元 接著我不想她說那麼多 以後給我20元就拿了一本書走 在本書裡面就放了一個單章 後來我發現我的單章 就是教我怎樣唸慈悲全境 那時候是01年的 可以說在身邊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神聖慈悲 我還去問人 什麼是神聖慈悲 什麼是紅光白光 還有一個弟兄告訴我 什麼叫耶穌聖心 我還去逐一轉頭 如果叫耶穌聖心就叫耶穌聖心 什麼叫什麼慈悲 什麼紅光白光 我又很有心去追尋 當我買到第一張的慈悲聖照 我感覺到很開心 我終於找到一些東西 其實我發現天主好像在他心裡擺了一些對他的開頭 那我的祈禱生活是先由慈悲寸經開始 然後再看那本書 那本書其實是什麼呢 那本二十元的書 就是我背景所說的麥主歌耶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發現很嚮往這個地方 又覺得那時候的作者 Win Weibo 作為一個基督教徒 他竟然拿起著門櫃經出來 去和聖慕祈禱 我就開始慢慢拿回我的念書出來 去祈禱 然後一輩子就開始改變 你會開始對天主多了一個渴望 你會希望看到一些聖經 多一些祈禱 多一些了解信仰上面的東西 我還記得那時候參與了 我們多人多 Edmond Lo先生他舉辦了的 無道再無道 是突然間令到自己知道 原來自己信這個東西 因為那時候初期上 無道班來水果阿輩都不知道自己信了什麼 當你的信仰開始慢慢上 越來越親近耶穌的時候 不代表一帆風順 我人生裡面經歷過一個最大的 都可以說 來到今時今日可以看到 大家和大家分享 就是完全是天主的恩寵 和聖母媽媽的照顧 在一零年的十一月至一一年的三月 我經歷了人生裡面兩大件事 這兩件事真的如果一個比較殺弱一點的人 你今天可能要去墳場見我的了 十一月原本我是回香港結婚 但誰知道我被人陪婚 接著三月我被公司解僱了 在那時候來講 一個男人突然到某一個位 你以為你會建立你自己的家庭 你有你的事業 突然間兩件事都沒有了 但是很奇怪 當我由感情方面回復之後 接著再到我被公司解僱了 有個同事 當時問我 還要是會計部的同事 跟我說 你承受得到嗎 我當時突然在我口裡吐了一件事 好吧 我也很累 我需要休息 其實天主給了一個機會 我會重新去組織回自己的生活 那時候雖然我是做民意管理 賺得到錢 但是問題是沒有什麼祈禱生活 雖然叫做是平常的 你會回聖堂 但是其實自己的祈禱生活 都會參與彌撒 然後也很奇妙地 天主給了一個時間 就拉我進去做電台 因為其實我初來移民的時候 我曾經做過電台 但是那時候做電台 就完全是一個沒有信仰身份人 真的做電台 廢話也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但是我回到電台的時候 其實自己心裡面是有一個使命 覺得我是可以用到一個大器空間 去儘量將我自己的信仰 去跟其他人分享 而且不可能完全全 每一個信息都好像講教理 或者講福音 但是起碼我能夠將我的人生觀 在大器電波上跟大家分享 我都覺得是一個複存的方法 接著就透過我生活的恩全很多 其實這過去十年裡面 是天主慢慢去訴訟我 讓我明白就是 來到多倫多 仍然當日不是我自己喜歡 但是其實 我也經歷過很多新移民那種迷惘 工作 周圍的生活 甚至初期移民的時候 很擔心 沒有中文電視看 沒有搶粉吃 沒有蝦餃吃 到現在你發覺 是選哪裏的蝦餃吃 還有你自己的生活 已經開始發覺 不要浪費時間看電視 因為有時候我都跟那些弟兄說 有些弟兄喜歡看電視的 可以爬樓上車族又看 美麗戰場又看 得著季前賽又看 什麼都看了 我很多時候都跟他們說 我們沒什麼時間 我們就快死了 再浪費這麼多時間看電視 我們就落氣到下面給人起火燒 從中文來說 其實越來越愛加拿大這個地方 就因為他有空間可以讓我去跟耶穌相遇 尤其是你會發覺 在加拿大 我想在多倫多 我們有本的感受 溫哥華都可能會 就是你肯駕駛 是不會找不到聖堂 更加不會找不到有明公聖體 甚至是有朝拜聖體的聖堂 這個也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可以藉著這樣去朝聖 你去等自己跟天主親近 我不可以說自己很虔誠 我做一條很長的路 但是可以說 如果在我過去這二十幾年 接近三十年在加拿大生活 如果沒有天主 今天我不會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嘩 你聽不聽到我們現場觀眾給你的掌聲啊 咦 現在有Apple 我願意沒有Apple的 Hello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Edwin 剛才我們 掌聲聽不到 不過不好意思 overrun了一倍 不overrun 怎會呢 你這麼精彩的分享 多謝Edwin 多謝Edwin 我們可以打開一點點燈 是不是 我們麻煩你 多謝Edwin 那麼精彩的分享 一個慈悲寸經已經開始改變你 是吧 二宋的一本書 是的 就是你的背景 墨主蓋爺 墨主蓋爺其實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說的 不過我先說這麼多 先說這麼多 先說這麼多 我們留待多些機會 另外我們呢 這次 搞得成這個講座 確實是不容易的 首先我們要很 多謝情神父 又再變成一次機會 我們聖母花園 可以去組織這個聚會 包括網上和實體 謝謝 多謝情神父 另外呢 要多謝就是 聖方祭堂借出我們 借出你們的 今天所有的收益 所有的淨收益 都是給十字格 同行者收益 但是我們也都很想 多些支持一下聖方祭堂 借出一個這麼好的場地給我們 所以今天呢 我們呢 有兩個捐款生 一個捐款生 就是在那裡說 我們讓觀眾去動氣 讓我們實體觀眾去看一看 網上的參加者 我剛剛呢 就寫了一個捐款的細節 那就是在這個 chat box 在這個chat box那裡 就有 網上的捐款也可以 是的 實體你們喜歡 寫一張圈子過來 也可以 是的 怎樣都可以 如果加拿大朋友仔 更簡單 e-transfer 有個email 是的 情神父那裡有個email 直接收益 直接下去十字格同行者收益 那我們在這裡 好了 麻煩我們實體觀眾 看一看後面 紅色這個箱仔 Simon 你舉起你這個紅色箱仔 那今天呢 情神父呢 他就沒有一個白色的信封仔 那麼official 是的 不要緊咯 因為我們有很多卡仔 很多紙仔 大家呢 你可以呢 寫下 如果有可以credit card資料 去信任我們 因為這個箱是鎖的 OK 那就可以呢 我們之後再跟大家follow up 是的 有check的也都可以寫 companions of the cross OK companions 是有個s的companions of the cross 那些支票也都可以直接寫抬頭 當然現今也是無人歡迎 網上的支持者 就也都有一些細節 在這個check box那裡 那裡 如果收得不清楚 或者那方面的東西 也都可以whatsapp我 是的 我就一向都是和大家whatsapp 那位的 Jane 是的 我們也都很想藉著這個機會 也都pass around 有一個籃仔 是的 我們舉起一個籃仔 可以connect一個donation 就多謝聖方祭堂借出我們 借出我們 借出 借給我們這個場地 我們可以pass around 要指啊要筆啊 問一下Simon 問我們的工作人員就可以了 好 多謝大家 哇今天真的很豐富 好像是 還有 是的 全神父的電影有些 哈哈哈哈 全神父竟然圈我 好像有個工作人員 圈我 全神父很心急 很心急 他想和我們的實體觀眾 之外 所以我又要開始有一個手機 他跟蹤著情信夫 去做他的網絡 那 加拿大東岸 美加的東岸那一邊 真的開始夜深了 我們都不可以這麼晚了 是不是 香港朋友仔 肚餓了 也都 喜歡的話 繼續 我們在這裡 實體的朋友仔 有東西吃的 我們 是的太好了 我們 我想今天也特別多謝我們的義工 除了 負責很多單單台台的工作 很多的一些 refreshment的準備 是的 一些聖誕的佈置 給我們多一點溫暖的氣氛 也都很多謝青光祭堂 所有的網絡 幫我們搞好這個 可以上到網 可以有這個 不同的儀器可以用到 多謝這麼多位 我們再一次給一些掌聲 我們所有人 給這些掌聲 是多謝你們的 他特地 溫哥華的天氣 今天不算太差 但是你們都可以 真的 做個努力過來參加 很多謝網上的觀眾 因為真是深夜的東網 那些時間 香港的朋友仔 是熬著肚餓的 要吃飯 多謝大家 各位 我們希望 還有一些呼籲 好 請等等 我們等我來 等我來 我們去 所以我們 每個都有名牌 因為我們想 互相大家認識 好了 網上觀眾 喜歡的話 繼續在網上 我會有第二部手機 和大家聯絡 不用釋線 不用釋線 也都是實體朋友仔 我們在這裏 我們還需要做一個簡單的祈禱 一個祈禱 前面 我們 對了 給了 按福都給我們 你走過來鏡頭 你走過來鏡頭 消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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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我們有一個 再一個邀請 就是我們聖誤花園 小廷體的網上 邀請大家參與 OK 我們繼續 Whatsapp 繼續 我們 connect 我們 say goodbye OK 大家喜歡的 繼續留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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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太好了 真的聽到我嗎 大家 OK 好了 我們給大家這個實況 給大家看看 讓我昏迫鏡頭先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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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們這裡的現場環境 哈哈 我們今天現場其實都很漂亮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們有很多聖誕的裝飾 帶了天使來的 是啊 你看看 哇 喂 實體的朋友仔 和我們網上的觀眾 say hi hello 哈囉 哈哈 哈囉 哈囉 是啊 這個很大的禮堂 這個很大的禮堂 很大的禮堂 看一下先 嘩 那些人已經其實 其實我們是很餓的 我們這一位 嘩 嘩 hello 和我們網上的觀眾say hi 哈哈哈 hello hello 咦 清了第一二層 還有請大家吃第三 第四 第五層 哈哈哈 我們 我們這些 是我們這些義工親手製作的 嘩 蛤 啊 不知道 可能 可能蛋糕就已經沒有 還有一塊 是 還有一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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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找一天過來溫波華探一下我們呢 嘩 嘩 嘩 這位 Frankie hello Frankie say hi 哈哈哈 你要收 你要收住 是 哦 你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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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 怎麼姓姓你 看不到 你看到遮住了 哎呀 Halina 終於見到你了 這位是Halina hello hello 哈哈 哈哈 我們先吃東西 是呀 是呀 hello hello Jay 我是Sara 是啊 終於見到你了 她是Sara 我是Jay 網上觀眾未必認識 網上觀眾還有機會吃 是呀 網上觀眾還有機會吃 網上觀眾還有機會吃 Sara hello 這個呢 跟我們網上觀眾 網上兄弟節目 很好搞笑 我們現在這樣直擊報導 想Live hello 這位是Ewan 這位是Party 是我們加拿大聖母花園 很出力的義工 哈哈哈 文武雙才他們 哈哈哈 文武雙才 哈哈哈 這裏很多人 哇 你看我們開始 在這裏大家 互相認識大家 這就是我們的失望 不知道什麼時候 情神父可以過來香港 我們拉她過去 看看我們這裏 有個很靚的聖母像 十字架 是的 這個就是溫哥華最出名的華人社區的聖堂 所以這裏很 這裏好像大部分是廣東話尼薩 這裏有很靚的 這裏是Avan Maria Garden的 Postar Banner 不是Postar Banner 這裏就是我們的舞台 剛才 哇 這裏繼續 我們的Projector 繼續在這裏 這裏就是這樣 這裏就是這樣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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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今天 只會有一點點問題 但是不要緊的 哇 沒有了大家的分享 沒有了大家聽情神父講道 這麼精彩的講道 和Edwin哥的分享 對吧 哇 你看看多少人圍著情神父 哇 哇 哇 現在還在網路上 你和香港和很多世界海岸 你好 你是CK 你是CK嗎 我是Jane 你好 就是我 謝謝你 你是CK 有些人特地又回来和你们四个鞋 哎呀,你好,Berenda 你好 我们今天有很多新认识的人,非常开心 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好,没有最好,永远都有更好 你别走着,跟我们聊天,别走着 你让我多走一圈,好吗?别走着 哇,那些人怎么会继续进来的? 那么厉害,那么多人进来的? 哈哈哈哈 情绪,哇,继续坐着,很多人轻载 哇,大家喜欢的话,继续 stay online 先看看 但是这些东西呢,今天中市有很多 今天中市呢,有很多 但是那天,有很多 还在这里 好,慢慢的 是啊,给一块蛋糕给我吃 这个是我们今天做蛋糕的Lusanda - 為什麼要吃的? - 才藝了得的Luzanda - 只是剪的 - 哇!這麼好啊!有人威賴我吃 - 值得拍攝的,在錄影的 - 所以呢,你的hospitality是有見證的 - 養生了我養好肌 Luzanda煮的香蕉什麼? - 香蕉,紅蘿蔔 - 香蕉,紅蘿蔔,紅蘿蔔,紅蘿蔔 - 嗯,很香蕉 - 味料得的Luzanda - 是我們食物花園的 - 值得義工 - 還教我們煮食 - 哈哈哈哈 - 是啊,我先做一次 - 嗯! - 哇! - 她在很多不同的社區中心 - 教人主 - 是啊,這位也是的 - 是嗎? - 她很厲害啊! - 啊,這位Sarah - 又是你啊,新菜聖母花園的 - 哇,你的decoration都是 - 她的百寶車呢 - 有些就做得了 - 跟著呢,就decorate都很漂亮了 - 很漂亮的 - 很漂亮的 - 她是叮當的 - 人家說她是叮當的 - 哈哈 - 百寶啊 - 百寶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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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